欢迎再次收看玫瑰约会 今天晚上我的客人 她是台大中文系毕业的 可是她却在工商广告界 工作十多年 就是因为这两种经历 所以在她的作品 呈现一个特色就是 跟这个社会的脉搏 是息息相关的 而且她也是被公认的 最擅长描写两性情怀的 文艺工作者 今天晚上我的客人 廖辉英小姐 你好 英小姐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大家很少有机会 在电视上看到你 因为我想一个文艺工作者 应该是在幕后 不是在幕前 不像你们一样 今天我们运气真好 大学姐 你的作品的蛮多的 大概有三十几本 对 把小说跟散文 都集中在有三十几本 但是确实多少我都不晓得 还有儿童文学 还有儿童文学 对 有一本 一直以来 我看你的小说 里头有个很大的特色 我前面说了 就是跟时代的脉搏 息息相关的 你觉得这个在你的作品上 算是最大的特色吗 我想应该是这样子 因为坦白讲 文学就是一种人学 那么它是离不开人性 还有社会的脉搏 跟时代的一种呼吸 那么我想我 我的作品里面 有这样的一个特色 那么有一些评论家 这样子把它指出来 因为一开始我们写作者 就是很 自己很孤独地这样写 并不会想到说 你的作品会关上什么色彩 但是有评论家这样讲的结果 我后来分析呢 可能是跟我的背景 有很大的重要的关系 那么我在工商广告界 工作了十几年 那么从最基层 做到一个蛮高的一个主管的地位 那么我想广告是一个非常前进 跟非常前卫的一个行业 他们第一手的情报 跟生活资讯都在这边 所以呢 如果你掌握了广告业的整个脉搏 事实上也等于掌握了一个 社会推动的一个脉搏 那虽然说跟时代的脉搏 其实相关 可是另外一部分的作品 又有一个 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比方说我们有看过的 尤玛蔡子 或者说最近我在看一个 《展转红莲》 讲的是一些 比较传统的中国富人 一些命运的问题 那那方面是蛮传统的 对 那对于尤玛蔡子 有人说女人是尤玛蔡子的命 这个说法 你自己怎么看 那么过去在男性宰致的社会下 女性其实是一个 从属的地位 那么他们养脏男人 攻击食物 那么从他们这边取得性 然后从他们这里 有传宗接代 这些作用 那么女性因为 没有除外工作 没有经济力 所以她落到哪里了 她嫁给什么样的男人了 或者她碰到什么样的男性了 她的命运就决定 她的好坏 所以她自己完全没有控制 她自己人生跟生命的一种力量 好像尤玛蔡子一样 那么吹到哪里就落到哪里 所以我想过去的应该是这样子 会蛮可以代表女性的一个特质 就是她也许她本身蛮无奈的 可是她的生命力很强 她的一个任性 让她可以在 不管怎么恶劣的环境底下 她都可以存活下去 是没有种 对 那不管说现代 或者描述传统女性的一些 小说作品里头 都发现很多结局都是 应该说是悲剧 你觉得爱情是悲观的吗 对你来讲 我想爱情本身是一个蛮艰苦的工作 可以讲是一个蛮艰苦的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不是听过那个圣经上讲说 爱是长久忍耐又有恩赐 那么必须要长久忍耐 所以我想刚开始男女相遇的那种 一见钟情或者激情是很容易的 所以动心动情是很容易的 而且充满了吸引 互相吸引的一种强大的一个力量 可是你要长久相处下去的感情 我想是蛮艰苦的 要做很多调试 牺牲跟让步 还有种种协调 那么我想我并不是说特别强调 爱情的一种悲观的一种论调 但是我很注意到很多两性 处理爱情的那个手腕并不够原手 所以这是主要导致爱情 变成悲剧的一个因素 那么小说其实是我想 刚刚讲的反正文学离不开人学 离不开人性很多东西 小说其实就是在整个人的社会里面 做一种抽样的一种描述而已 所以有些读者会觉得说 我的小说好像都充满悲剧 其实呢 我觉得常常我自己觉得我的小说是在燃烧灰烬以后呢 又重新产生力量 那么只是读者没有读到那个灰烬以后的那个火苗的力量而已 事实上有时候举一些并不是很快乐的婚姻的例子 也可以有一种警示的作用 大家可以知道不成功的婚姻是这样子就可以避开做那些 我想也有这样的一个作用了 你有没有想到写一个快乐一点的爱情故事 我想我觉得我在描述整个爱情的过程里面 其实都蛮快乐的 我觉得譬如说互相吸引的 互相追逐了 然后互相想念了 其实那个爱情本身的过程都是充满一种快乐的过程 但是爱情的结果变成苦果的话 那就是人为的一个因素 那么所以其实我一直 我一直觉得我描述的那个小说的爱情过程 其实都是蛮快乐的 因为我自己常常我在写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编写在深经半夜的时候 我边写会边自言自语 觉得这个充满了自己都蛮感动的那样子 廖小姐有很多精彩的作品 都被改编成为电影或者电视剧 最早期有名的《游马菜子不归路》等等 最近呢还是有一个连续着单元剧 《岁月的眼睛》已经跟观众见面了 那个故事可不可以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想主要我是在描述一个魏成年的少女 那么17岁的女孩 那么她因为家贫了 然后种种机缘的关系 她不幸做了她的上班公司老板的外遇的对象 而且呢就是在一种不知情的情况下 那怀孕了 那怀孕到很大没有办法解决的 那么刚好这个男主角呢没有生小孩 她的太太没有生小孩 所以她变成就是说被太太发现之后 被逐出去 然后把她的小孩抱走 那么我想最主要我在描述这个 不懂事的一个不懂事的一个少女 有一个好结果 现在这种年轻的女孩子所造成的一些社会问题还挺严重 而且还越来越多呢 我想主要就是说她们对爱跟性充满了好奇 都是有憧憬在那边 充满了好奇 可是有一知半解或甚至是无知的 所以她们对于行欲的陷阱呢 缺少一种警觉性 那么常常就是会栽在这个陷阱里面 那么栽了以后呢 有的人爬不起来 有人就此沦落 但是有些人呢 能够从错误的那个经验里面走出来 走出自己的人生 我想碎玉的眼睛主要我是 就是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跟方向 年轻的一定很好看 谢谢 因为你本身写作 有没有受你本身家庭的生活影响 我想家庭大概会受到我一点影响 家庭会受到你影响 因为我想我是一个 很希望做好母亲职责的人 但是我想并不是一个很称职的母亲 因为我常常必须要日夜颠倒 那么搞这感恩的时候呢 那么常常就是好几个通宵这样子 那么对小孩的招呼有时候就是 必须要仰仗我的先生吗 帮忙吗 所以我想就说 对于这个 这一方面大概比较疏忽一点 所以他们多少会受到我的影响 有时候儿子觉得说 我陪他的时间太少了 我想以廖小姐 那么丰富的人生的阅历 家庭你写这么多作品 你看很多文学作品 家庭一定可以给你的小孩 一男一女吧 对不对 一个很好的人生的一个指导 我希望如此 一定会的 今天非常谢谢廖小姐到玫瑰宇 约会来跟我们聊天 希望你写作越写越灿烂 谢谢你 就像玫瑰宇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谢谢你